我對於我退出的生活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我有勇氣接受新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對音樂一向是很喜歡 然後本身也在合唱團拍了一二十年 因為莎士風本身是一個家族樂器 他也是有很完整的一個和聲的概念 所以因為剛開始學莎士風本身 我就被這樣的和聲感動了 我喜歡音樂、喜歡被感動的事情 陶醉在那裡面 是這樣子 我有一個很棒的兒子 他這次上個月 跟樂莎的同學 一起被邀請到他的不認識 表演莎士風的合唱 那我兒子打鼓 在這樣的一個氛圍當中 很激動 我竟然跟我兒子同台演奏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莎士風給我的改變什麼呢? 因為我有多元化的人生 讓我人生更精彩 我現在也有四個孫女 所以我一直期待著我的小朋友 會來給他弄個四重奏 所以這是我最快的地方 孔子說 其實隨心所欲 不預計 人生要採取這樣的態度 反正人生的腳步不會打 不會踩 不會踩錯 而且每一步都是穩穩的 那你人生才會覺得 有希望 還是有很快樂的活動 嗨 嗨 嗨 加油 加油 師姐 讚 謝謝